说到大家对扇鱼的喜爱 相信有两个极端 喜欢的趋之若鹜 不喜欢的避而远之 我可能就是属于那只 抢在最前面的物吧 扇鱼的做法有很多种 那如果用江湖做法 做出来的米椒扇片 究竟会是一道 怎样极致体验的菜 那就跟着我来做 挑战这道美食吧 首先把新鲜宰杀好的 去骨黄扇 改刀切成菱形片 有些人吃扇鱼不喜欢去雪 觉得没有雪的善于 没有灵魂 这个因人而异 我个人喜欢洗干净后来做 下来加盐和料酒 抓匀逼出一点血水和去腥 再用清水反复重新几遍后 控出血水 然后再加盐 料酒 胡椒和拍烂的葱姜进去 压出葱姜汁后 抓匀腌制一会儿 让它再次去腥 入个底味 十分钟后 把姜葱剪出掉不用 下来准备这道菜的特色配菜 米椒扇片 米椒肯定是最重要的配菜 要想够刺激和突出鲜椒的香味 就一定要用清红两种小米辣椒 充分发挥特辣特香的独特口感 如果不能吃太辣的朋友 就用普通辣椒代替就好了 然后把清红小米辣都改刀切成片 下来切点麻眼葱和姜酸片作为料头 另外突出这道菜的麻香味 我会选红花椒 鲜青花椒和藤姜油来组合 这样能把三种不同花椒的麻香味融合起来 形成特麻特香的独特复合味 最后酱料方面 我会选择用少量的皮鲜豆瓣 和贵州瓷巴辣椒的组合 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辣酱 炒出来的复合酱料味道 特别的完美 注意不要加多了 家庭操作还是先来调个料汁 更方便点 碗中加点酱油 料酒 蚝油 盐 白糖 和味精调匀 下来我们把锅烧热了 倒菜籽油 这里要说 不要心疼钱 做川鱼江湖菜 油一定要多一点 大火六层油温 下入蒜片快速划散 炒到蒜片 像这样有点齐卷的时候 就先捞出控油 接下来锅里底油 中火下入提前豆瓣 和雌达辣椒 炒出汤色和香味来 再放红花椒和鲜青花椒 炒出麻香味 接着下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后 转大火下青红小米辣 快速炒 炒饮后再倒入扇片 快速炒饮 然后烹入料汁 最后快速淋入 藤椒油蒸麻提香 炒饮关火体锅 这道充满了正义江湖味的 比椒扇片就做好了 可以说 即使的麻辣 也抵挡不住这道菜 独特的咸香味 令人如此痴迷的江湖菜 只有吃过的人 和懂它的人 才能真正体会 如果喜欢这道米椒扇片 您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